我是月盈 相信大部分人对于黑色的痣都是不怎么友好的 总感觉这东西长在皮肤上是比较令人讨厌的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不怎么喜欢的 那么在面相学中男人有哪几种痣一生富贵 第一 眉间有痣 两眉间在相学上又称事业工 象征一个人事业的发展及职位的升迁 从这个部位的气色可以断出一个人一生的疾胸祸福 眉毛的后半部象征着一个人的理智与才能 而其中色红者观远横通 呈黑色的容易因为树敌太多招致失败 所以说此质一定要注意 第二 下巴有痣 左下巴主财富 左下巴有痣的男人代表一生福禄双全 享尽富贵荣华 这类男人足音丰厚 个人的不动产脚多 左下巴有痣的男人一般都很有学问 是个非常注重物质享受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 左下巴有痣的男人挣钱大多比较辛苦 而且容易破财 第三 嘴角有痣 男人嘴角长痣是福瘦双全的象征 首先 嘴角有痣的人有口福 从小一时无忧 这种人多心宽体胖 乐观积极 乐于助人 他们喜欢跟各种人打交道 口才极佳 因此积累了很多人脉 一生富贵多金 所以如果嘴角长痣 在不太影响美观的前提下 可不用去除 也许除掉的就是财富 第四 额头上有痣 额头表示人的福德 如果发现男生额头靠近发迹的地方 发现一颗又黑又亮的痣 而且天庭饱满 那是富甲一方的标志 其实也预示着家庭背景 也很不错 男人能否胜利很大原因上 取决于他们能否努力上进 他们得到的财富 社会位置等 除此之外 运气也很重要 不同的志向代表 不同的性格特征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和我一起传承祖辈文化